上集讲到经历过城北之战之后 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确定了霸主的地位 晋文公从以地位空前 拥有了征土其他诸侯的生杀大权 晋文公从以在获得这些权力之后 他又会怎么去对待当年曾经得罪过他的诸侯呢? 在城北之战之后 晋文公举行了一次诸侯大会 瘟之会 在这次盟会中 晋文公就向周皇提出要求 邀请他要参加这次盟会 哇 什么事啊? 虽然周皇室没有什么实权 但其实你是尊王养儿的 你现在以臣召君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孔志后来在写春秋的时候 就觉得这一段东西不可以这样写的 不行 老夫一定要改了他才行 这样才符合仁义道德的嘛 所以孔子就将这件事改成了 说周皇其实是去巡视这一场盟会 而不是被崇尔叫过来 托打他过来的 所以其实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 瑜伽其实是很喜欢用他们的价值观 去美化一些历史事件 由他们的始祖孔夫子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为了要符合瑜伽的价值观 历史的事件不重要的 明明是被托打来你都可以描述为 周天智去巡行天下 对周襄王尚此如此 那从尔对其他的诸侯又怎样呢 从尔是一个相当之忌仇和小器的人 在他做了霸主之后 他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桌底下 他都要去惩治那些当年曾经得罪过他的国军 在城北之战中 从尔才刚刚收拾了惠国和曹国 但是从尔那口气还未吞到落土 他要继续玩来 他是方丈来的 小器的 究竟从尔有多小器呢 我们可以由一些小事看得出 在晋国的传统中 每天早上晋国的国军 都要在晋国早晨这个节目中 亲自向晋国的神闻播报当地的新闻 无论是晋献宫、晋慧宫和现在的晋文宫 都不例外 从尔登基之后 当然播报新闻的人就换成了他 但之前做开的那个女主播就并没有换人 所以悲剧就这样就发生了 各位早晨 早晨啊晋慧宫 不好意思 早晨啊晋文宫 不要紧的 年轻女刚刚入行 叫错人名很正常 好了 别说这些坏事了 哪个哪个 今天天气怎么样 预测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 早晚有沙尘暴 最高气温大概是56度 吹轻微和和缓的西北风 未来几日会潮湿和暴风雪 日间温暖 部分时间有阳光 冬冷下热 心旷晨热 交给你啊晋慧 啊啊 交给你啊晋文宫 接着我们一起看看 今早的新闻提要 那天早上播完新闻之后 有一个PA就跑去跟这个主播说 哦你糟糕了 崇尔那人很小气的 崇尔一掌就打死了这个PA 我最恨就是其他人 在我背后说我坏话的 从此之后 我们每天早上6点 都没有在在晋国早晨的 新闻报道里面 看到这个女主播了 听说主播还被人贬了 去做清洁姐姐呀 陰工 每天要一个人 负责搞了整个 晋国所有的清洁 崇尔就说 他作为一个新闻主播 竟然连他的名字都记错 以后就惩罚他 不可以再用中原话来说话 还要用楚国话 来买广告 将功报过 是啦 是Cumpo六岁啦 我每天都要买地 只要用Cumpo六岁买一买 很快 晋国的工艇就干净了 迎着Cumpo座 Cumpo座 轻不轻松我就不知道 但是崇尔小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韦国的国君是如何得罪了崇尔 崇尔就因为离机之乱 就被他老爸追杀 之后他弟弟登基做了国君之后 又追杀他 所以就开始了19年的逃亡生涯 第一站就去了韦国 韦国的韦城公看到他又是流亡公子 看不起他连城门都没开 没有接待他 搞到崇尔捱饿了很多日 唯有去问一个龙门伯伯去吃饭吃 龙门伯伯心我自己都没吃饱 还给你饭吃 这件事啊 那现在韦国的国君都已经听了崇尔说 服从你的号令了 不行 崇尔这一口气还没吞到头 那在城北之战的时候 晋文公要求韦国借道给他 韦国拒绝着 所以在城北之战的时候 崇尔已经出兵去打韦国 去打韦国的这个过程里 韦城公就漏夜坐洗头艇着槽 去了陈国安顿了下来 后来崇尔赢了城北之战之后 他就成为了春秋的新一代的霸主 崇尔在后来的诸侯盟会宣布 皆掌皇室 无伤害也 意思就是要尊重皇室 诸侯之间 不要你害我 我害你 大家要好像昔日那样 揽头揽颈 不要再勒死人 韦城公看到崇尔已经发布了和平政令 所以偷偷地又回回韦国 韦城公他走路的这段时间 那么韦国的国政是谁打来的呢 就是韦城公的弟弟宿母 和他的一个谋士袁圈 韦城公在外面流亡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留言传出了 说这个宿母想奪他的权 韦城公现在说要回来 宿母一听到自己的国君 也就是他的歌要回来 就打开城门迎接国君回来 高高庆庆敲锣打鼓 但是他小也想不到 韦城公的手下 看到宿母和那帮百姓 在门口吹奇仔欢迎他 问都没有问一箭就写过去 宿母当场就死了 宿母的谋士看到自己的公子死了 乱乱走路去到晋国 将这件事的来龙去墨 和阿俊文公说了一次 阿俊文公觉得机会来了 飞运 于是在诸侯盟会 亦即是温知会的时候 将宿母的谋士圆圈叫过来 另一边叫韦城公过来 两个人三口六面说清楚 重义说我会派一个司法官员 去处理这件事 你们两个在法庭见 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在春秋时期就算你做君主 都是要讲礼 虽然君和神之间可以打官司 但是君畢竟是比较尊贵一些 所以他可以不出席法庭的零声 他可以派律师去帮他答辩或抗辩 所以圆圈就和卫城公所派出来的 那个律师开始打官司 最后从以子派的那个法官 就判了卫城公拜授 不要说公义 阿俊文公派的法官就算是 怎样公正也好 一定都会判卫城公输的 不用说 输了就算了 又不用你怎样 但是卫城公一点都不惜时务 那几个律师回到卫国之后 一个斬了脚 一个斬了对手 将文公知道了之后 怒到爆炸 于是乎就捉了卫城公 去了周皇那里 告卫城公藐视法庭 但是这件事如果真是交给周商皇去处置 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从以心想 绝对不可以就这样算 他自己都要留一手 他私底下找人贵露了一个卫城公看开的医生 叫他落毒毒死卫城公 后来一件事走漏了风声 卫国人又去找医生 这个医生收两家茶礼 落毒药的时候 剂量落小一点 搞得你肚子就算了 卫城公吃完药之后 又哭又呜 死下死下 卫国的人快要贡献美药的金银财宝 去行贵进民工 同一时间也做同样的事 去叫周商皇 帮手出面去补卫城公 从以直到这一刻 那一口气才烧了 才同意在皇室 把卫城公放回卫国 卫城公这样才执名 回到卫国之后 就低头继续做他的君主 以后每一个诸侯都学精了 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 都会打开电视 看看晋文工今天的心情如何 才再作决定 欢迎收看晋文工心情天气报告 我是哪个哪个 今天有点良意 晋文工的心情不太好 今早为晋国带来少量的天气 而下午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有阳光 今早晋文工的心情 比昨天低两度左右 但下午就回升到大约 50至80度之间 未来一两天 晋文工的心情 都会持续影响整个东周的天气 部分时间有阳光 日间最高气温是81度 而直至下午5点钟 贴身太甲所预测到的 晋文工的心情指数是 介乎在零下5度 至零下3度之间 但晋文工6点钟的心情 又去到45度 相对生气猪度 是71% 所以我奉劝各位 不要轻举妄动 激怒晋文工 接着交给天气先生 预测大致多云 有一两阵骚雨 明天日间部分有阳光 大家可以打电话 来找晋文工聊天 他的心情是介乎在 26至31度之间 初时 晋文工的笑容会比较清静 但去到下午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大家有什么 淋测的东西 记得早上打电话找他 展望未来一两天 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个礼拜中期 晋文工的心情都一样 最后我们看下东周其他的 诸侯国的天气预测 郑国多云 惠国有躁雨 齐国多云 徐国有雨 蔡国多云 京畿多云 楚国天晴 故族天晴 秦国和巴索都是有雨 鸡国有雷暴 燕国和北地有雷暴 西容天晴 犬羊有雨 白月都是有雨 新国明朗 勞国天晴 掌国天晴 叶国有躁雨 许国有躁雨 邓国天晴 严国天晴 钟离有雨 钟吴躁雨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兄弟之邦 巴基斯坦有没有 塔利班天晴 波斯有没有 埃塞俄比亚有没有 亚尔及利亚和埃及天晴 安哥拉和布兰迪有没有 天气才看到这里 晋文公已经原谅了我 把我调来播天气 我真的很开心 今集的时间也来到这里差不多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